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像上个世纪某些经典的车型 其中有一款车被提提的比较多 那就是来自大众的假车童 德文叫Kaefer 英文叫Beetle 这个车因为它圆润的造型 所以让人一眼变织它的经典色彩 所以我们国内这些品牌 就在要打复古这张牌的时候 就把去复刻或者借鉴这辆车作为一个捷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长得很像当年的假柯虫的新车 不管是电动的还是混动的 所以大家都说假柯虫复活了 反正就这件事我就不在这说了 因为前两天我们做过一期关于四门假柯虫的一个故事 聊了聊 今天我们还是应大家的要求再说说这假柯虫到底是从哪来的 好不好 那我们从一张历史照片开始说起 相信很多车迷都见过这张照片 除了在场的这个Porsche Dr.Porsche 保时捷博树之外 这张照片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木箱子上被安置的那个像假柯虫的汽车模型了 Volkswagen人民之车 这个项目发展到1937年的时候 最新批词的原型车都处在了设计的完善阶段 而得益于之前的多款的Porsche 车原型车的研发的经验 在结构啊 性能指标方面 已经非常接近量产了 为了能够让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第三帝国啊 打个引号的高层呢 充分了解人民之车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 顺便呢 也是为自己在帝国中的高层中积累更多的人脉 保时捷博树呢 在这一年上处在图纸阶段的原型车为基础 打造了少量该车的模型 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帝国的部分的权贵 由于模型本身的特殊属性 所以呢 其拥有在当时看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精致程度 甚至每一个模型都有专门配套的一个木箱和相应的信息 根据现在呢 网络上能够找到的图形显示呢 这款模型所使用的木箱上喷涂的这个4V15 就是VW15啊 这个字样呢 应该是编号为15号的VW人民支车的模型 而另一角上呢 这个标识则清晰的显示了 模型的这个拥有者 桌上写的 Dr. Robert Lain 就是罗伯特·莱伊博士 以及呢 运送模型的时间和地点 1938年2月15日 Berlin 谁是Dr. Robert Lain 那他就是当时的第三帝国的官方的工会组织 德国劳工阵线的领导人 帝国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劳工福利机构 叫Kraft-Dewich-Freund 就是力量来源于快乐 这么一个组织 就是他的德国劳工阵线所建立的 而人民支车 这个项目在当时呢 名义上也是归这个机构所管辖 这也是为什么这辆车呢 会用KDF来作为代称 就是这个口号的缩写 至于为什么 是在1938年2月15号 将模型送给了这位博士 括号后来的二战之后的战犯 因为那天呢 是他的生日 有点遗憾的是呢 这个保时捷博士并没有留下太多的 关于这款小比例模型的信息 甚至我们都不太清楚 他作为礼物 到底被生产出了多少 都送给了谁 没有找到这个底大 不过呢 根据他纯手工打造的特点 以及颇具仪式感这些细节 我觉得这款模型的 打造的数量应该是相当有限 不过真正数量有限的呢 就是那张著名的照片里那个模型 因为呢 之所以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够那么认真的 有一个认真的表情去 检视这个模型 是因为这款比例为 1比13的模型啊 它几乎拥有所有的这个 甲壳虫的原型车的细节 车身和底盘 甚至可以彻底分开 方便更为全面的展示 底盘发动机车身 以及内饰的细节 而这款模型呢 也是1938年 博士送给当时的帝国领导人 大家都知道是谁 49岁的生日礼物 拥有如此的身份呢 自然能够说明这款模型的 与众不同 除了元首的生日礼物之外呢 这个模型还生产了四台 Doctor自己留了一台 还有一台呢 在1941年被送给了 Robert Bosch 这个名字我们就不用说什么了 他是谁 他做了什么 他创办了什么品牌 大家都知道了 以庆祝 Bosch先生 博士先生 他的80岁的生日 至于另外两台的模型 到底去哪了 确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可靠的线索 可以查证 不过有意思的是呢 英国的克里斯蒂拍卖行 在1996年以 42,550英镑成交价 拍卖了那辆属于 罗伯特博士的那台大比例的模型 而买主正是博士公司本身 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本来属于他的公司创始人的礼物 重新收回公司所有 之所以该模型呢 被认为是1941年 罗伯特博士的生日礼物 除了车尾牌照架的位置上 09231941这个生日细节以外呢 拍卖人所提供的这台 模型的出处也相对合理 根据宋派人所述呢 他的父亲当时 是博士公司的一名核心工程师 而这个模型正是 罗伯特博士本人在去世之前 亲手送给他父亲 作为礼物的 而当时根据克里斯蒂提供的这个拍卖 拍的拍品的一些背景信息显示呢 德国的国家博物馆 应该还藏有一台这样的模型 但是没有被公开展出过 至于呢 生产这两款模型的这个 Reuter工厂呢 除了在当时完成制造了 甲胎虫的圆形车的工作之外呢 他还为战后保时捷提供了 356跑车的车身 他的座椅部门经过多年发展 变成了今天的一个 实名海外的一个 著名的品牌 那就是Riccaro这个故事 有意思吧 好了 今天呢 我们通过一张老照片 延展出来一个模型的故事 所以今天的整个四万说车的一个话题的灵感呢 还是来自于最近大家议论的 这些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品牌 他们在复古的这个大的概念下呢 做了一些可能比较像经典的一些车型 包括甲胎虫车型的这个话题呢 我做了一些延展 因为模型也是我的热爱 而今天我想最后说的是 如果你想借鉴当年的经典的汽车造型 或者说让今天的复古这个概念 进入我们的新时代的汽车产品 整体的造型的设计语言中 我还是希望恳请各位设计师 各位品牌汽车品牌的决策人呢 把他们设计的更好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四万说车呢 就到这里 从当年的一张经典的照片里的一个 展示上的模型聊这么多 希望你能喜欢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喜欢我们的栏目继续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的栏目继续支持 拜拜